大家好 我們自從推出了這個自製涼風扇以後呢 引起熱烈的迴響 包括電視都有報導 那我們原來的這個涼風扇呢 是長這個樣子 那有三個出風口 那上面有一個這個原來就是電腦用的這個通風扇 那裡面我們就是有放這個導致瓶邊塊下去 那很多人他想要自己DIY 可是呢 有很多朋友反應說他沒有這個工具 那我們今天打算來教各位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先把這個放一邊去了 那我這邊呢 我們準備了兩個保綠龍箱 這個保綠龍箱有蓋子的 這兩個都有蓋子 一個我們拿掉的 我們只要上面這個有蓋子就好 下面這個就不用蓋子了 那我們除了這個保綠龍箱之外呢 我們還準備了一個電風扇 這電風扇就容易多了 你到夜市去買一個就好了 這種小小的電風扇 然後呢 你必須要有一隻小隻的美工刀 不需要大隻的 小隻的就好 這種小小的 這種小隻的美工刀 那你還要準備 一個 風箱用的膠帶 這一個膠帶 當然 你必須要有一隻斜口錢 或是一隻鋸子 就是我們一般 一般鋸鐵的鋸子 你如果沒有這個斜口錢 你用鋸子也可以 那我們 今天我們打算用斜口錢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要來示範 如何做這個涼風扇 那首先呢 我們準備了兩截 這個是10公分的 10公分的2英寸的管子 那你這個 將來這個管子呢 你要擺在這個箱子的左右各一個 我們預計做兩個出風口就可以了 所以呢 你必須在你這個 你將來要出風的地方 做個記號 左右各做一個 你盡量把它做平均一點 做平均一點比較好看 那我們就不要做太寬 就是大概 大概位置就好了 那我們假設我們的定點 就是這兩個點好了 那將來呢 你用你這個兩吋管直接當圓屑鑽在這邊挖洞 那現在各位就是說 因為它目前這個兩吋管呢 它是平的 你如果想要靠它來挖洞 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說 我們現在要來教各位要怎麼做 自己做一個圓屑鑽頭 那看著我來示範一下 你這個兩吋管呢 你先畫十字線 所以十字線就變成有四個點了 在這兩個點的中間 再加畫一點 總共就有八個點 那這個八個點 就是我們要做的一個鋸子的一個鋸齒 那要怎麼弄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點 這個點在這裡 你這個鋸口前呢 有點傾斜 有點傾斜 你如果沒有鋸口前的話呢 你就是用鋸子鋸一下 然後再把前面這一小端把它剪掉 這樣就是一個 那你就陸續把這個 八個記號點 都把它完成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剛才畫的八個點 都已經鋸齒都做好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樣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棉糊起始的一個圓屑鑽頭 然後 你把你這個箱子拿過來 把它的中心點對著它 好 好 對著它 然後你開始 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你的 好 這邊手刷糊子 好 好 那這樣就我們完成了 完成了一個了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鑽了一個 我們鑽了一個很漂亮的洞了 好 那我們再來鑽第二個也是一樣 好 好 好 各位再看一下 好 好 好 那我們很輕鬆的呢 鑽了兩個洞已經完成了 好 那我們很輕鬆的呢 鑽了兩個洞已經完成了 好 好 那這個管子的長度是 好 都是十公分 好 好 這樣把它塞住就好了 好 好 那有鋸齒做呢 你就把它放在靠裡 內側 好 才不會去碰到 好 然後呢 我們再來的步驟是怎麼樣呢 我們 要把這個底 好 這個箱子的底部切開 好 好 那 同樣的 你就是 拿這個 美工刀 好 剛才我們講的 小支的美工刀就好了 好 好 沿著這個 底部呢 好 把它 把這個箱子 把它放開就好了 好 這個保麗龍呢 它本身是 很好切割的東西啦 好 那我們暫時先把這個拿起來 比較好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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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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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把這個箱子的底部切開了 切開好以後呢,你就把它放在另外一個箱子上面 那在四周呢,我們用封箱膠帶把它封起來 就是說,把這兩個箱子呢,把它銜接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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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那我们已经完成了 两个箱子的衔接了 再来呢,你就是要在上面挖一个洞 刚才我有说,我们有在夜市买了一个小风扇 这小风扇就是要放在这个洞上面 那我们这个圆镜我们已经画好了 那拿出你的小的美工刀 因为小的美工刀比较好转弯 然后就开始切这个的洞 这个是风扇的洞口 当然你是把它切得越漂亮越好了 不过切的丑也没关系了 反正你这个是自己用的 也不是要卖的 是无所谓的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已经顺利的把它取下来 好,这挖了一个圆 那这个圆呢,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风扇放上去 放上去 刚刚好 好,那我们不是在正中心 因为我们是在靠后面这个地方 好,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到这个上面来 好,放到这上面来 好,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个通风管装上去 好,然后呢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空间嘛 因为我们这是两个箱子组合的 好,那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你就可以开始来放你的 好,结冰水 好,这水都已经结过冰了 好,可以摆 像我这个箱子呢 可以摆五罐乘以四排 所以总共可以摆二十瓶 那我们现在来摆我们的瓶子 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将这个结冰水摆上去了 各位可以看到 刚好是有个每一列有五瓶 总共有四列 就是二十瓶 好,那这个就是除风口 好,那将来风扇从这边吹 好,从这边吹 然后经过边块往下吹 然后从这边出来 好,将来我们这个盖子盖上来以后 好,那就是这样一个吹送的方式 好,那我们来把它盖上来 好,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风扇打开了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卫生纸 这个彩带在那边飘啊飘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室温32.5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风口 这边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好,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大概就是差个10度左右 好,18度15度 大概就是这个温度 好,那你当然你里面冰块放的越多的话 温度是越低的 好,那你放结冰水也可以 放碎冰也可以 放大块的冰块也都OK的 好,那我们测出来的结果 就是我们一般的室温 跟我们实际测的大概差个10度 好,那你冰块放的越多 它温度降的也越低 好,那因为这个 市面上买这种小风扇 它风力比较强 所以它吹出来的 这个冷气的量 会比较多一点 好,那今天我们做这个呢 没有用到任何特殊的工具 所有的材料 你都很容易 所以你喝点 这么多的 如果我们买到今天的词 就会变成了